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勤走基层 外界解读独立参选机会是越来越高 还传出了挺郭的张化线议长谢点玲 身边有人建议说 让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担任郭台铭的副手搭档 一来呢是看准了韩国瑜还具有影响力 也能向柯文哲阵营展现政治肌肉 但是郭台铭回应说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过 而韩国瑜办公室也发声明驳斥 一切都是子虚乌有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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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预言公参拜 国董大进场获得相亲热情要几掌 台上质子在强调选人不选党 跟昔日枪击要犯之一 桃园现任议员段树文同框 也不怕被做文章 段树文主委有说会全力 接下来会全力支持你 他是无党的无所谓 段树文身为妙方主委 接待国董不奇怪 只是两周前才跟侯友宜也同台 我只说为台湾好 为我们台湾 他的理念 我们地方都很认同 表态挺郭不挺侯 而郭董前一天台中基层座谈 来到前议员吴显森家 还爆料国民党没有伸出友谊之手 国民党非常努力的想要 组织这个所谓的非绿的大联盟 并没有获得任何正面 有些善意的回应 都说是对方不合作 郭董独立参选磨刀祸祸祸 只是要凭联署也得有副手 传出张化县议长谢点灵系统 建议邀韩国瑜太太李嘉芬 出任副手搭档 也借此向柯文哲阵营 展现正直肌肉 我讲究实在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韩半也发声明驳斥 子虚乌有 毕竟郭董独立参选还没说出口 传言都可能只是风想求 在学选灵明周桃音报导 正常任何课程中 说没有 为我们为什么要吊解 入魂 首先